继续来关心的就是这最新画面要带您关心 在昨天晚间9点左右 台北市西门丁西宁南路上的一间饭店的顶楼突然发生了火灾 吓得住在饭店里头的房客以及在地下室里头健身的会员就拼命的往外冲 而从现场来看因为起火点刚好就是在楼顶的看板这边 着火的看板还有铁架都变成了小火球不断的往下掉 场面相当惊险 好脏哦 民众用手机拍下烧起大火的这一刻 顶楼的招牌和铁架不断向下掉落 现场的民众被吓得尖叫连连 消防车云梯车全部赶到现场 因为起火的地点是在西门丁闹区 西宁南路上的一间饭店 而起火点就在饭店的顶楼 九楼的火越烧越旺 小火球一直不断往下掉 消防人员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火势控制 不过饭店的客人和地下室健身房的会员 全都受到惊吓 猖狂的往饭店外面冲出来 他们说着火了着火了 去去靠哇 一下子 居出不是很大火 但是一下子就很大了 我们只是协助那日本的旅客 让他换饭店 火就真的变得很大 然后上面的东西都掉下来 健身房应该有四五十个人吧 对四五十个人就往外跑 我们现在勘察的结果就是 他外头有一个很大型的一个看板 那个看板燃烧了 那九楼的部分有部分被熏烧到 部分被熏烧到 那旅馆内部的这个所有的城市都没有受到影响 花了将近半小时火势才完全控制 不过在消防队员灭火的同时 还是有火球不断往一楼掉落 场面十分惊险 幸运的是整起意外五人伤亡 不过大家都受到惊吓 而真正的起火原因究竟是看板电线走火 还是有其他因素都还要趁入调查